火箭计划落空,雷霆正与老鹰商讨交易,目标施罗德、穆斯卡拉,目前雷霆还没有清理掉安东尼的合同,此前薪资结构专家鲍比马克思指出,签约费尔顿将让雷霆新赛季的球员薪水和奢侈税总额超过3亿美元,因为重复奢侈税,雷霆目前预计要缴纳1.5亿美元的奢侈税, 这将会成为历史上最大的奢侈税账单,若清理了安东尼2793万的合同,那雷霆可以节省9000万的奢侈税,那也有6000万的奢侈税,加上买了安东尼的2793万,也接近支出1亿美元,所以对雷霆来说,如果能寻求一笔交易,得到一些更适合自己的球员,可能会是更好的选择。 北京时间7月19日,据可靠消息透露,雷霆和老鹰正在商讨交易,雷霆的交易目标是老鹰后卫丹尼斯施罗德和内线球员迈克穆斯卡拉,上赛季常规赛,施罗德场均出场30.9分钟,能得到19.4分,3.1篮板,6.2助攻,1.1强断, 如果能让他作为威少的替补,相信雷霆替补阵容的进攻能力会有所提升,穆斯卡拉上赛季共出场53次,场均上场19.9分钟,得到7.6分,4.3篮板,1助攻,来王纳德去哪儿,已经落下帷幕,安东尼去哪儿看来也快要上演了, 此前一直对安东尼有益的火箭一直留着530万美元的中产特例,据说就是给安东尼留的,并且有消息员透露安东尼也有益火箭队,一旦雷霆买断安东尼,安东尼将很有可能加盟火箭队,但是,买断安东尼对于雷霆来说,并不是最佳的选择,如果能通过交易安东尼从而补强自己,可能才是雷霆最想看到的结果, 显然火箭并没有什么资本与雷霆交易,所以他们只能希望雷霆买断安东尼,那么,如果此次雷霆与老鹰达成交易,火箭可能就要另寻合适人选来补强风险